大家好,我是马丁 上星期我收到了一些网友寄来的925银饰 这些银饰是网友在外面浸滩的时候所捡到的 这位网友想请我用这些银饰做一期金链白银的影片 今天我就要用硝酸把它们链成纯银 这些银饰大约有13克 925银的意思代表它们的银含量大约占92.5% 因此我预估大概可以提炼回12克左右的白银 先将这些银饰放进烧瓶中 然后加大约80毫升的水 之后再加入大约20毫升左右的浓酵酸 再加入大约20毫升左右的银饰 我们看到加入硝酸之后就立刻有二氧化氮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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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了一整个早上只有溶解一枚戒指 这个效率实在是有点慢 因此我决定要加热 加热最怕的就是过滤水倒灌 熄火之后烧瓶内的压力会降低 会把过滤水往回吸 因此在熄火之后一定要将过滤装置给拆除 在加热了半小时以后银饰已经完全融化 接下来就将硝酸过滤 接下来就将硝酸过滤 先把水倒入了 接下来就将硝酸过滤 使用温度增加热 请集结栏 之前的影片裡我使用食鹽來呈吟 那這一次我要用鹽酸大家可以比較一下結果有什麼不同 使用鹽酸來呈吟產生的氯化銀它有點像是豆腐渣會結成一塊 而用食鹽來呈吟所產生的氯化銀顆粒會更小更細緻 大部分的氯化銀沉澱後我將硝酸給倒掉 然後用大量的熱水去洗直到水沒有顏色為止 吃下山心的氯化銀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接下来加入氢氧化钠 并且不停地搅拌 直到氯化银变成灰黑色的氧化银为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加入砂糖并且不停地搅拌 所得到的就会是我们最后要的纯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最后得到的纯饮量很多 一个二两的干锅根本装不下 要分两次来断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的喷枪威力不够需要借助一点外力来帮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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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是马丁 我们下次再见